youtube流氓过去应拜月老系列的影片 而在网络上爆红也收获了大批粉丝喜爱 不料在今年5月他被曾合作过的摄影师爆料 工作态度上有问题而且时常在收图方面 对工作团队过分要求人设翻车遭到网友们塌伐 他在沉寂了两个月后正式出面回应并道歉 谈言因本身的心态出问题 导致合作伙伴有些不愉快 不过网友们对此并不买账 他的人气也明显受到影响 社群的粉丝追踪数量掉了5万人 youtube频道订阅数也从72万订阅 降至67万左右 近日流氓再次更新影片 并在社群发文预告 网友发现影片中他并没有使用美颜滤镜 凡是以真实的状态示人 虽然气色相较之前差了一点 但是自然的一面获得网友支持 认为这样的他最美丽 你不是在嘲笑谁倒霉 你只是觉得铁齿的人 就特别容易被捉弄 反正你就是脚受伤 就时间突然变得多